第2747章黄金战神 探视长矛以所向披靡之势 穿过空间 抵达高盛的面前 眼看就要重创高盛 高一鹤迅速消失 滔天掌印 轰然碾下 咔嚓 时空万象碎裂 包括裂天一级 被高一鹤强行破解 没有时空万象的掩护 柳无邪身体暴露在高一鹤面前 该结束了 高一鹤不想继续纠缠下去 堂堂巅峰太古家族 对付小小的后辈 已经丢尽颜面了 要是损失一人 更是沦为三千世界的笑柄 话音刚落 高一鹤汉然出手 实力竟要比高盛强横数十倍 看似相差一众修为 实则天地之别 先帝九重 已经奥利宇宙之巅 举手台族之间 充满着天地之力 浩瀚的宇宙法则 形成一道求天神掌 朝柳无邪狠狠狠压下 柳无邪顿时感觉 自己的身体被禁锢住了 好强的力量 纵然是我前世 也不及他的一半 这就是超级太古家族吗 柳无邪拼命地挣扎 想要摆脱高一鹤的控制 不论他如何努力 高一鹤的手掌 就像是一道枷锁 牢牢地锁住他的身体 这股力量 已然超出了天地极限 柳无邪甚至感知到了未知的力量 高一鹤年轻的时候 得到恋神强者的指点 同级别之中 几乎是无敌的存在 放眼所有太古家族巅峰先帝 能超越他的趋值可数 秋经先帝这时候小声说道 天极限对各大家族的情况 了如指掌 尤其是这种超一流的太古家族 一举一动 他们都密切关注 卡卡卡 柳无邪体内传来卡卡声 随时都能被高一鹤年死 一丝鲜血 从柳无邪嘴角溢出 直到此刻 他终于明白 从九龄先崖中吸取的 那些神秘法则是什么了 果然跟他猜测的一样 乃恋神法则 九龄先兽生前 必定达到了恋神境 才导致九龄先崖中 残存不少恋神法则 他修为还是太低了 无法将恋神法则据为己用 如能恋化恋神法则 他相信自己的战斗力 还能暴涨一大截 除非他能突破到先帝境 才能恋化太荒世界中的恋神法则 突破先帝 岂是那么容易 看似他现在突破到先皇七重 距离先帝境 依旧遥遥无奇 先帝 是人类跨入宇宙的最后一道门槛 放眼整个三千世界 先皇境并不在少数 但是先帝境 却少得可怜 连这些太古家族 传承了几百万年 成就先帝强者 也寥寥无几 柳无邪目自欲猎 却没有任何办法 手掌一动 神秘令牌出现在掌心 虽然兵人族再三嘱咐他 不要动用这股力量 如今生死关头 柳无邪顾不了那么多了 反正都是一死 大不了跟他们同归于尽 就在柳无邪准备召唤天神碑的那一刻 一道刺眼的金色战神 从天而降 轰 天帝诈鸣 压在柳无邪头顶上的巨掌 凭空炸裂 化为无数天帝法则 紧随其后 一尊黄金战神出现在柳无邪面前 正是拦在蜿蜒道路前面的那尊黄金战神 奇怪的是 这尊黄金战神竟然缩小了一大圈 不像是之前 三十名黄金战士合并后 变得高大无比 柳无邪目光迅速扫向黄金战神的胸部 依旧是五道纹路 意味着这尊黄金战神的战斗力 绝对是超越先帝境的存在 黄金战神的出现 超乎所有人的预料 众人进入金色神殿后 忽略了黄金战神 以为他一直守在原地 谁会想到 黄金战神随着他们一起 离开了虚米小世界 太阳神术离开 虚米小世界也随之消失 从此以后 金色神殿将不复存在 到底是谁 将太阳神术种在虚米小世界当中 年代太过久远 已经无从考究了 用纯金打造的战士 更是十分罕见 不像是傀儡术 是通过无数精密的零件 将其组装起来 眼前的黄金战神 跟人类一般无二 连瞳孔都栩栩如生 只不过瞳孔的颜色 跟人类还是有些区别 黄金战神为何要阻止 高一和斩杀柳无邪 退到四周的那些修士 一脸茫然之色 他们想不明白 黄金战神为何要帮助柳无邪 如果我没有猜错 黄金战神留在金色神殿 目的是看守太阳神术 如今太阳神术已经飞离这片天地 而离开之前 留下一节支押给柳无邪 估计黄金战神把柳无邪 当成新的主人了 天蓝先帝这时候开口道 已经猜到黄金战神的意图 天地至宝 都有强者守护 当年种下太阳神术的强者 自然也不例外 所以打造了黄金战神 守在金色神殿外面 以防入侵者踏入神殿 如今太阳神术已经苏醒 离开了金色神殿 黄金战神自然完成了他的使命 偏偏太阳神术离开之前 折断一根支押送给柳无邪 让黄金战神误认为 自己的使命还没完成 继续守护太阳神术 被柳无邪种在太荒世界中的太阳神术 已经扎根 释放出淡淡的天地精气 无时无刻都在滋养太荒世界 天蓝的一番话 让高家三明先帝 脸色阴沉的可怕 他们非常清楚眼前这尊黄金战神的恐怖 除非是炼神强者前来 不然没有人是黄金战神的对手 炼神竟强大无比 他们常言闭关 最为关键 如今天地进入动荡席 这些炼神强者似乎都嗅到了危机 不敢轻易出手 连这些太古家族 都搞不清楚黄金战神的构造 更别说柳无邪了 普通的黄金 虽然足够坚硬 一般刀剑 还是能将其分割 眼前出现的黄金战神 体内流淌着神秘力量 无时无刻让黄金战神处于巅峰状态 如此神奇的锻造之法 谁能掌握 必定成为三千世界最强者 甚至有机会一统三千世界 柳无邪尝试沟通黄金战神 奇怪的是 黄金战神没有任何反应 看来黄金战神保护的不是我 而是太荒世界中的太阳神术 柳无邪感觉自己有些自作多情了 以为黄金战神是来保护自己的 现在看来 事情并非这样 黄金战神只是不希望看到太阳神术失去载体 最终慢慢死去 神势进入太荒世界 看着只有尺高的太阳神术 柳无邪第一次感觉他是如此的亲切 起码比扶桑术强上百倍 始祖术虽不能延 这些年帮助自己不在少数 柳无邪都铭记在心 至于扶桑术 完全就是土匪行径 要不是始祖术将他收进来 柳无邪早就将他大谢八块 用作烧柴火 只要自己好好照顾太阳神术 那黄金战神就会一直保护他 等于自己多了一尊免费的打手 想到这里 柳无邪不厚道地笑了起来 太阳神术临走之前送他一劫之鸭 没想到成了他的护身符 场面出奇地僵持住了 高一鹤等人不再对柳无邪动手 黄金战神自然也不会对他们动手 跟蜿蜒道路出现的情况一模一样 他们进攻 黄金战神就反抗 他们退走 黄金战神就禁止地站在哪里 高一鹤等人恨得咬牙切齿 却没有任何办法 在场所有人加起来 最多跟黄金战神打成平手 想要以绝对的优势碾压 几乎不可能 吕柔根青木林玄在嗓子眼上的心 终于落下来 刚才他们都以为 柳无邪必死无疑 还有谁要站的吗 柳无邪主动挑衅众人 还有谁上前一站 站在周围那些人 气得吹胡子瞪眼 不少人对柳无邪怒目而视 恨不能将他生吞活泼 众人也是敢怒不敢言 谁让柳无邪有黄金战神护体 见众人不说话 柳无邪再次开口道 既然无人出战 那就是我不能奉陪了 柳无邪说完 朝山脉外面掠去 他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前往西斯坦圣殿 寻找天使之权 当着所有人的面 柳无邪寄出出物戒指 欲要将黄金战神收进来 不论他如何用力 黄金战神站在哪里一动不动 最终无奈之下 只好寄出吞天神顶 打通了跟太荒世界中的通道 搜 黄金战神搜的一声消失 顺着通道 进入太荒世界 守在太阳神树身旁 抽走黄金战神后 柳无邪转身朝天都城方向飞去 如今有黄金战神 再也不用有任何顾忌 眼睁睁看着柳无邪逃走 众人却无能为力 取多修饰 仰天长叹 为何所有的好事 都被柳无邪一人全战了 得到这么多好处不说 连黄金战神都被他收走了 不归老人 带我去西斯坦圣殿 柳无邪离开山脉后 朝不归老人说道 让他告诉自己 西斯坦圣殿具体位置 时间紧急 他要尽快上路 前去之前 我能去见一下老友的后人吗 毕竟这次前去 能否活着回来还是未知数 不归老人叹息一生 金色神殿中发生的一切 他看得一清二楚 柳无邪要念的手段 让他心生无力 答应 还有活路 不答应 柳无邪会毫不犹豫搜刮他的魂魄 为了活下去 不归老人只能选择妥协 远处 崇家老祖 还有崇公子等人 目送柳无邪离开 难道不归老人已经死在了神殿里面 崇公子狠狠挥舞着拳头 出来后 他们一直寻找不归老人的下落 发现不归老人 并未离开虚迷小世界 第二千七百四十八章一扇门 拿不到天使之权 对崇家来说 有可能是毁灭性的打击 无论如何 他们也要拿到天使之权 只有这样 崇家才能停止反祖现象 去天都城 崇家老祖看了一眼塌陷的深渊 虚拟小世界永远不复存在 一行四人 朝天都城赶去 不归老人的要求 不算太过分 柳无邪还是答应了他 而且前往西斯坦圣殿前 他还要做一些事情 炼化太阳神异 早日突破到巅峰新黄境 修为越高 从西斯坦圣殿活着出来的希望越大 虽然有黄金战神在身边 柳无邪一刻不敢停歇 黄金战神守护的是太阳神术 跟自己批关系都没有 要是遇到强大的敌人 给自己致命一击 等黄金战神反应过来 自己早就凉了 自己强大 才是真的强大 靠外力 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随着天地动荡越来越剧烈 出现的高手 也是越来越多 回到天都城 显得空空荡荡 大批高手还没敢回来 为了安全起见 柳无邪封印了不归老人的魂海 等他炼化了太阳神意 再去见他老友的后人 踏入久违的院子 吕柔不禁唏嘘一声 距离上次离开 已经一月有余 没想到这一个月时间 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 我需要借用修炼式一用 柳无邪直截了当地说道 吕柔的修炼式 上次用过 环境非常不错 好 吕柔点头答应 打开修炼式大门 李不进去 柳无邪转身朝修炼式大门走去 发现吕柔还站在原地 转头朝他问道 我刚突破巅峰先皇不久 暂时还没找到突破的契机 吕柔摇了摇头 这段时间经历很多事情 让他成熟了很多 脸上的妩媚之气渐渐消失 取而代之事一抹成熟 上次我答应过你 拿到宝藏 分你一部分 太阳神异应该能帮助你提升到先帝境 柳无邪不是忘恩负义之辈 没有吕柔的宝藏图 他不可能率先一步进入金色神殿 更不会有后来的事情 听到柳无邪要分他太阳神异 吕柔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你 你真的要分我太阳神异 吕柔感觉自己在做梦 换作任何人拿到太阳神异都不会与人分享 看着一脸激动的吕柔 柳无邪脸上闪过一丝笑意 他很清楚 吕柔不能提升到先帝境 国家肯定会置于他死地 唯有突破先帝才能在天都成立足 这样他离开也就放心了 两人一起踏入修炼室 柳无邪拿出瓷瓶 导出小半滴太阳神异 落在吕柔面前 吕柔不敢怠慢 就这小半滴 也足够他冲击先帝境了 父亲就是先帝境 没少给吕柔普及突破先帝之法 这一点 柳无邪并不担心 安排好了吕柔后 自己闭上眼睛 寄出吞天神鼎 他不清楚 炼化太阳神异 自己能突破到什么程度 按理说 突破到先帝都有可能 如今太阳神术种在太荒世界 柳无邪不确定 太阳神术会不会瓜分太阳神异 加上扶桑术这个不确定的因素 更是有苦难言 看似获得很多宝物 实则要跟一群土匪瓜分 闭上眼睛 将导给吕柔剩下的半滴太阳神异 送入吞天神鼎 进入的那一刻 一股狂暴的力量 席卷吞天神鼎 不归老人拼命必吸引 想要吸取太阳神异中的能量 还没等他吸到 太阳神异进入太荒世界 另外一侧 高一鹤将高陵留在天都城 自己跟高盛返回家族 汇报这次的事情 其他太古家族先帝 纷纷离开 秋经先帝还有天都城四大护法 回到了天都城 街道上 崇家老祖带着崇公子三人 朝天照区最外围走去 越走越偏 周围已经看不到什么建筑了 淡淡的邪恶之气 从四周渗透过来 导致这里的空间 都肮脏无比 谁会想到 天照区还有一处这样的地方 老祖 你带我们来这里做什么 崇公子不解地朝老祖问道 这片区域 离他们住的地方相差太远了 自从到了这里后 身体说不出的不舒服 好像每一寸毛孔 像是被挣扎的一样 非常的难受 去见一个人 崇家老祖没有解释 带着他们三个 继续往里走 浓烈的雾气 遮挡住了他们的视线 让他们行动速度大大受阻 凭借强大的先帝神士 崇家老祖如同无人之境 穿梭于迷雾之中 很快站在一座破败的门户面前 很破很破的一座门 是那种风一吹 门就会散架的那种 奇怪的是 这扇门后面什么也没有 空空荡荡 崇公子围着这扇门走了两圈 并不觉得这扇门有什么奇怪之处 凭空出现的一扇门 这就是最大的诡异 朝门户下面看去 居然是凌空扶起来的 让原本极尽的空间 变得更加惊悚 崇公子不禁缩了缩脖子 他也算是见多是广了 如此诡异的一幕 还是第一次遇到 崇家老祖举起自己的右手 轻轻地在门户上扣了三下 声音很轻 几乎若不可闻 等了约莫展察时间 从门户后面 传来一道声音 酒音通鬼门 一路不归途 阁下既然能找到这里 应该知道我的规矩 声音很朗 非常的朗 崇公子跟身边两名老者 竟然动得直打哆嗦 只是声音而已 连堂堂仙黄静都无法抵挡 知道 还请前辈开门 崇家老祖朝鬼门抱了抱拳 在来之前 他已经打听清楚了 咳之 面前破败的门户 发出咳之一声 竟然真的打开了 出现在他们面前的不是一座房子 而是一条通往地幽深处的通道 跟紧我 崇家老祖说完 当先一步 让他们跟紧自己的脚步 走错一步 将永远呈现其中 无法回到外面的世界 崇公子犹豫了一下 还是赶紧跟上老祖 另外两名崇家长老 更是不敢怠慢 在仙界的时候 他们身为先皇长老 地位极高 经历天都城的事情后 他们发现 跟其他太古家族相比 崇家还是太弱了 通道很长很长 四周黑漆漆的 一眼望不到头 痴 突然之间 一颗黄豆大的鬼火出现在四人面前 像是指鹿明灯 鬼火忽闪忽闪的 不断跳跃 散发出让人不寒而栗的气息 崇公子捏紧衣领 感觉这不是鬼火 而是一个人的眼睛 从鬼火出现的那一刻开始 一直打亮着他们 还好这条路不是很长 不然崇公子真怕自己的心神彻底崩塌 一股极度腐臭的气息 从四周弥漫而出 鬼火一闪 消失在原地 随即 四周石壁上 传来之之声 数十盏鬼灯同时亮起 将不大的地下食物点亮 直到这一刻 崇公子他们 才看清楚周围的景象 哦 第一个忍不住的是 站在崇公子左侧的那名老者 拼了命的干哦 感觉自己的肚子都吐空了 依旧无法停下来 崇公子右手捂住嘴巴 尽可能不让自己吐出来 只有崇家老祖 脸色还算淡定 但是内心 早已泛起了滔天的涟漪 在食屋一侧 躺着一团大肉球 浑身都是腐肉 散发出恶臭之气 达到他们这种级别 早已可以封闭五官 阻止臭气进入体内 当进入食屋后 他们的五官 好像失去了作用 腐臭的味道 不断地冲入他们鼻腔 可怕的远不止这些 这团腐肉看起来像是一个人 不过五官早已消失不见 因为腐烂的关系 导致他的眼睛跟嘴巴 滑到了肚子位置 而且眼睛跑到了嘴巴的下面 鼻子又跑到了堵齐眼的位置 除此之外 大量的虫子 在他体内钻来钻去 要不是还能分辨出是人类 虫公子一定认为 躺在自己面前的 是一堆腐烂的尸体 晚辈冒昧前来打搅前辈 是有意识相求 还请前辈告知 虫家老祖非常恭敬 朝面前腐肉举了一弓 语气诚恳 虫公子不敢怠慢 跟着一起拱手弯腰 站在右侧的老者 忍住了恶心 连忙行礼 奇怪的是 站在虫公子左侧的老者 毫无动静 三长老 快行礼 虫公子拉了拉左侧长老 让他赶紧行礼 这一拉 只见左侧长老身体软绵绵地倒下 很快化为一堆腐肉 流入石壁一角 被眼前的那团腐肉给吸收了 你们应该很庆幸 忍住了没有呕吐 躺在石壁一角的腐肉 竟然开口说话了 嘴巴在小腹的位置 开口的时候 周围的烂肉 一股脑的流下来 虫公子按道侥幸 幸好自己早有心理准备 强行忍住了 虫家老祖第一次前来 如果知道 就嘱咐他们了 一定要忍住 人已经死了 现在责怪 已无意义 说吧 你们找我问什么 腐肉朝他们三个问道 挂在腰间的眼珠子 发出滴溜溜的转动 最终落在了虫家老祖身上 敢问前辈 如何才能找到天使之权 虫家老祖说明自己的来意 不到万不得已 他绝对不会走这条路 虫家已经面临生死边缘 只能豁出去了 既然你找到这里 应该知道我的规矩 腐肉语气中没有任何感情 也感受不到语气波动 每个字仿佛从冰冷的石壁里面蹦出来 来 by bwd6 感谢观看